当地时间10月22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克里姆林宫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75年来中俄关系风雨兼程 探索出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相邻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双方秉持永久穆林友好 全面战略协作 互利合作共赢精神 不断深化和拓展全面战略协作和各领域务实合作 为推动两国发展振兴和现代化建设 注入强劲动力 为增进中俄人民福祉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做出重要贡献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但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 不会变 既是为民的大国担当 不会变 尽管面临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 两国贸易等各领域合作 积极推进 大型合作项目 稳定运营 双方要继续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和欧亚经济联盟 深入对接 为促进各自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动力支撑 习近平强调 明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 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80周年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世界主要大国 中俄要深化全面战略协作 密切在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 沟通协调 弘扬正确二战史观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习近平指出 金砖合作机制 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 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 团结合作平台 中方高度评价俄罗斯 作为主席国 为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所做工作 期待同金砖国家领导人 深入探讨金砖合作机制 未来发展 推动各方凝聚共识 传递团结合作的积极信号 推进金砖国家各领域 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 为全球南方 争取更多新机遇 普京表示 不久前 我们共同庆祝 俄中建交75周年 75年来 俄中已经发展成为 新世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两国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俄中合作基于平等 相互尊重和互利互惠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目前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 持续推进 俄中文化年各项活动顺利举办 俄方希望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合作 助力两国发展振兴 明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80周年 俄中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付出了巨大牺牲 俄方愿同中方共同纪念 这一重要时间节点 俄方愿同中方 继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 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沟通协作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全球战略稳定 感谢中方在俄方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 提供有力支持 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 确保金砖扩原后 首次领导人会晤取得成功 推动大金砖合作 不断取得积极成果 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 重大国际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了意见 蔡奇 王毅等参加会晤 4 2 2 2 3 2 感谢观看